我在前几天刚好看到一个好消息 工信部在月初发布了 关于开展信息通信服务感知提升行动的通知 眼尖着我就发现 这次连咱们常用的网盘 也包含在五大优化任务之中 如果这个事儿最后得以落实 我们在互联网的三大需求 总算能够有一定程度上的满足 在网盘最低速率还没定下来之前 我想借着这次的机会 给大伙整个简单的网盘详细使用体验 作为网盘 基础容量估计是很多小伙伴关心的点 毕竟老哥们个个都是看片的人才 肯定是希望容量越大越好 而天翼云盘在这一点上 可能会让大家失望 我去查了一下 现在新用户注册天翼云盘 只有30G个人加30G家庭云空间 这个容量确实很难称 现在一部真式K电影都30G出头了 两部就能够把网盘塞满 不过如果你和我一样是老用户的话 那起码会有个3T的容量 因为天翼云盘刚出来时 送的福利还是挺多的 接着就是上传跟下载的速度测试了 既然你说永不限速 那就要贯彻到底了 首先是上传方面的测试 天翼云盘写着单日上传容量是2G 但在我测试的时候 特意找了个3.8G的文件 发现依然能成功上传 也许是PC客户端没有做相应的限制 经过观察 天翼云盘上传文件并无限速 大概在3MB每秒左右 差不多吃满我的上传宽带 下载速度则在6.5MB每秒附近波动 碰不到我200兆宽带的天花板 但是说实话 这个速度已经能够满足日常使用了 至于客户端上的体验 不能说差劲 但统一性确实做的不够好 但是我发现 天翼云盘PC端居然不支持在线播放视频 登录网页版使用 视频反而支持在线播放 而且是难得一键的原画质秒播 手机APP端也一样 看来不是天翼云盘抠门 人家只是忘记给PC端加上在线播放功能罢了 阿里云盘和天翼云盘定位类似 比较适合用于备份和分享 但与天翼云盘不同的是 云服务是阿里的老强项了 自家技术到位 也很清楚用户需要什么 算是目前除了百度网盘以外 最好的选择之一 从云盘的容量说起 阿里云盘公测还不到一年 目前还处于烧钱抢用户的阶段 通过活动可以领很多容量 所以大火的容量应该都有好几个T了 当容量有所保证之后 上传跟下载速度就显得更加重要了 阿里云盘在刚出来时就号称永不限速 至少目前来看 体验确实是不错 我的200兆宽带 下载文件最高能够跑到9MB每秒到12MB每秒 但中间的波动较大 有时候掉到3MB左右 上传速度和天翼云盘持平 2MB每秒到6MB每秒不快不慢 与刚推出时的速率持平 总的来说 阿里云盘的上传和下载速度 逐一满足我们的日常使用 至于客户端方面 我对阿里云盘的APP端和PC端的设计 表示好评 没有任何的广告 设计网简洁化靠拢 看上去极其舒适 但也仅限于设计 因为从实际的体验上看 客户端的表现甚至不如网页版稳定 百度网盘并没有对上传速度进行限制 该秒传的秒传 不能秒传的也能拉满上行带宽 但大家懂得都懂 百度网盘是典型的上传容易下载难 我下载一个两机大小的电影 平均下载速度根本不超过100KB每秒 渴望力量吗 冲个超级VIP吧 保证你能够把宽带压榨的一杆二斤 分享功能是百度网盘的强项 毕竟用户技术够大 大家都在用百度网盘分享 我们也只能够用百度网盘接受 我以上所讨论的体验 都是以免费用户的角度出发 至于不同会员所涉及的不同特权 这里就不过多赘述了 如果大家希望拥有一个大容量 能分享且不限速的云盘 那么阿里云盘是目前最优的选择 限制也是三大网盘中最少的 如果想要稳定又不限速的备份网盘 倒是可以考虑一波天翼云盘 毕竟背靠电信 安全性和稳定性数一数二 但是有一说一 我目前还是没有摸清楚阿里云盘的真正目的 网盘终究是烧钱的生意 以阿里云盘现在的运营模式 跟做慈善真的没啥区别 总之趁现在福利多 赶紧去耗多一点空间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